昨天一对七岁和九岁的年幼姐妹花 在雪州的雪邦河细水时被急流冲走 一名乌衣男子建议勇为跳河救人 不料也被湍急的水流给卷走 诉救人员今早大约九点半发现男子的遗体 最终证实有三人溺死 校正员促请大家在细水时要看清警示牌 不要因为一时的贪玩而赔了性命 这起意外是在昨天下午大约2点34分发生 当时两名女童在溪水时突然溺水 29岁的莫哈默法医渣跳河尝试救人 并成功将其中一名女童推上岸 但是之后自己被急流冲走 目击者说两名女童被救上岸后 有人慌忙求助公众为女童做心肺复苏 但最终还是无力回天 雪邦副警区主任莫哈默诺指出 男子的遗体是在距离案发地点500米处被发现 男死者的遗体已经送往沙登医院解剖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